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盘忽上忽下的感觉真的很难做 各位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其实这也不然去做一个推论 因为目前加权指数它在走的就是一般投资观众朋友 你最不熟悉的一个形态 它叫做腊肠 那到底什么叫做腊肠呢 各位腊肠我们俗称叫香肠 香肠你或许会觉得说香肠跟起货操作有什么关系 香肠不就是那个一段一段的一条这段的那叫做香肠吗 各位腊肠它是属于比较高阶技术分析里面的一个形态 所以一般的投资人他很少去接触到这个形态 可是因为他不懂的这个形态 所以在起货操作上他会觉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今天不厌其反的 我再次的把这样的一个形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到底什么叫做腊肠形态 那又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操作呢 各位腊肠我们先看定义 腊肠形态它是属于技术分析中 你比较需要从波段行情规划的一个形态 各位它是属于波段行情的一个形态 在整段行情还没有完成之前 都要朝着同样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操作 行情方向其实就只有两个 不是向上就是向下 我们就以向下为例 各位如果你判断出来 目前它走的是一个向下的腊肠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一波到底 它绝对会走得拖泥带水 所以最重要的你要踩对你出手的节奏 高空 低谱 高空 低谱 高空 直到整段腊肠行情给走完 这个是阿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市场它目前走的就是这个形态 所以阿浩不愿其反的 跟我们一起去阿浩老师 看阿浩老师这部分的观众朋友 去做一个分享 所以各位 期货操作其实你要赢钱 有一个前提 你要知道市场它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市场它现在在想什么的时候 就好像你在跟它跳舞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个tempo 那个节奏怎么抓的时候 各位跳舞 我们如果是跟朋友跳舞的话 踩错节奏 只是脚会痛而已嘛 可是你如果跟市场 你在跳tempo的时候 你踩错了节奏 它踩到你的脚 那之后是你的钱 所以如果你在跟市场 你在做操作的时候 各位你千万不能够不知道市场 它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嘛 因为阿浩老师 现在市场真的是走蜡场嘛 你会举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跟我们报告 它真的是在走蜡场 各位 在6月8号 在6月8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前夕 当时加权指数创下波段的新高点 可是阿浩展丁节奏告诉各位 它走的是一个不规则的头肩底 重点是不规则这三个字 就是因为它不规则 所以很多投资人 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会被市场上搞得头昏眼花 晕头转向 因为它走的就是不规则嘛 可是相对的 你如果知道 它不规则 它会用蜡场形态 去做一个呈现的时候 我相信你踩对了那个节奏 市场上的红利 蹦 蹦 蹦 一比一比的 就从市场上 这样子跳钱出来给你 那真的是这样 我们这回来看 各位 既然它走的是不规则 那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就掌握很重要的哦 就好比 休假回来之后 端午连续假期回来之后 第一天 哇 从高点到低点 直接下沙高达250点 可是高达250点的时候 很多人会在这地方想说 哇 这个肩头反转 开始要帮忙 可是各位 到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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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点 8503点出现之后 它是不是做了一个拉抬 好 做了一个拉抬之后 市场上还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再隔一天 再隔一天 连续两根红K棒 最高点来到了 8608点的时候 很多人会在这地方 去迷失的方向 到底是要往上涨 还是要往下跌呢 不然再看看好了 还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所做的一个空单 还是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被嘎了100点 我先停损出场了 顺便来做个多单 可是就在你做下 这个决定之后 各位 隔天 它又再给你破底 来 这地方我们做一个放大 隔天 它是不是撒到了 8476点 又再度的跌破了 8503点的这个破底 可是跌破了8503点 它在破线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 哇 它确实是破线了 这感觉就是一个 N型反转就要下来了嘛 那破底之后 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去做空单 是不是会错失掉一大段啊 可是就在你在8500点以下 你在去放空的时候 你看到隔天 你看到隔天 它马上又回到了8600点 为什么会这么难做 因为它在走的是腊肠 它在走的是腊肠 腊肠是什么 来 我们再看一次 腊肠是什么 来 这地方我们做一个放大 我们去做一个交叉比对 腊肠 它如果是往下的腊肠 它绝对不会一破到底 它绝对会走得脱里带水 不甘不脆 也就是说 它会破底 嘎空 破底 嘎空 破底 再嘎空 各位 你把这个图记下来 你再去做一个比对 这一波走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跌下来 破底 嘎空 破底 再嘎空 这不就是一个 标标准准的一个腊肠吗 我相信阿豪 不厌其反的 用这么多的一个时间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因为你喜欢的观众朋友 其他观众朋友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去跟人家 去做一个分享嘛 你如果要在这个期货市场上赚钱 那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市场它到底现在在想些什么 就好比在昨天 在昨天 诶 休完家之后又往上攻高的时候 可是阿豪告诉各位 它走的仍然是一个腊肠 而且它在继续往上攻高的时候 来 重点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这个地方 明天早盘预期将有绝佳的至高点 曝空的时机以及点位 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时间就是在昨天 昨天阿豪是不是就 跟我们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去做了一个预告 他走的仍然是腊肠 既然他走的是腊肠 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那个节奏的时候 各位 那重点只剩下一个啊 那他的狙击点在什么地方啊 他拉上去的时候 那个绝佳的一个狙击点位 又在什么地方 很多观众朋友 听到这里会觉得说 阿老师 你说什么腊肠香肠 其实都没关系啊 如果你让我能够赚得到钱 这个就好了嘛 我干嘛 腊肠也好 那香肠也好 都很好吃啊 那重点是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赚得到钱 各位 好不厌其烦的再跟各位讲 你要贪的就钱 你要知道现在市场 他在想什么嘛 你要知道 今天市场上 他在想些什么嘛 就好比各位 就好比各位 来今天收完盘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今天开低之后 他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拉抬 最高点来到了8525点 如果说你今天收完盘之后 你会去想 哇 那我如果能够在这个8525点 在这个高点附近去放空的话 那我觉得不就是这个市场上 一个最大的赢家吗 因为他现在是震荡下修嘛 重点是找到那个聚集点嘛 各位 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你就对了一半了 但是重点是只在于说 你如果到收完盘之后 你才想到说 在8525点这附近去放空的话 哇 会是今天最大的赢家 因为今天最高点在8525的话嘛 可是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想法 把它拉到 今天去吃开盘的时候 开盘是几点 期货开盘是几点 8点45分 在8点45分的时候 你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市场它在想什么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 但是我会叫我的会员这样子做 早上一开盘 8点45分 8点45分 VIP转折战法 台子07我们预挂 8523来定价放空 设好停损停力 8523我们定价放空 时间是在8点45分 你说啊老师 啊老师 我又没有看错 时间是8点45分 没有错 价位是在8000 523点定价放空 没有错 啊老师 那换句话说 你不就在今天早上 一开盘的时候 就在盘那个 一开下去的那个时间点 你就已经知道 今天市场上 它在想什么了吗 因为今天的最高点 刚刚好来到了8525点 可是你叫你的会员朋友 转折战法的 在8点45分 就先预挂在8523这个地方 去定价放空 那你不就在今天一开盘 你就知道市场上 它在想些什么了吗 各位 你如果不知道市场 在想什么的话 你怎么样在这个市场上 去赚别人的钱 市场是不是真的 像阿豪老师所想的这样子 市场上 他想的 是不是真的 像阿豪想的这样 我们这会来看看 来 早上开盘之后 早上开盘之后 他是先做了一个压回哦 可是到了平盘 吐一遍 吐两遍 就在他站上平盘之后 他没有停下来 他反而是一次 两次 他花了三次的力气 花了三次的力气 最高点刚刚好 攻到了8525点 他为什么要攻到8525点 因为转折战法 预估今天的高点是8523 会员朋友也在8523 在8点45分 我们先挂空弹 在那个地方等他了 所以当他突破8523的时候 只代表的一件事情 会员朋友 借由转折战法 在8523这个地方 定价放空的 在8点45分 在8523这个地方 定价放空的 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的 穿价成交了 你问阿豪老师 那你为什么不挂8525 各位 挂8525还不见得 全部都穿价成交 如果说阿豪老师 我可以知道市场 他在想什么的时候 我知道他要到8525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 先挂在8523等他 先挂在8523 真的是 是一个好的机会吗 各位 很多人 会在今天 哇 哇 哇 会受不了 在这地方去做一个最多 可是阿豪知道 市场他在想的是什么 所以请惠言 在8523这个地方 我们先挂定价放空 等到这个地方 定价放空 他最高点冲到 8525点 穿价成交之后 指数 乖乖的 是不是从8525 一路的滑到了 8485点 刚好滑下来40点 是不是刚刚好 就从这个地方 滑下来40点呢 阿你如果做多 坐在这地方 你会不会是 今天市场上 最大的猿大头 那你为什么 会被骗去 坐在这个地方 去买多呢 因为早盘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受不了 跳进去的时候 刚好 来到今天最高点 可是相对的 你如果 非常清楚地知道 市场它现在 走的是拉长 你现在最重要的 一个功课 就是找到 那个对的 至高点的时候 那你今天 会不会是 这个市场上 一个实质的赢家 重点就只有一个 你到底知不知道 市场现在在想什么吗 这个是今天 6月21号 我举了一个例子 市场你真的要赢钱 你绝对要知道 市场它现在在想什么 当你知道市场 它在想什么的时候 各位 你在这市场上 你没有办法去赚得到钱 那才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那昨天呢 昨天呢 阿老师 也许今天你刚好 闷到了 刚好闷到 让你空在 几乎今天的 最高点 各位 如果只是用 运气的话 那99一次 我相信 那个也不是 市场上 一个市值的赢家 昨天我们 有没有办法 知道市场 在想什么 那这位来看 昨天的9点17分 台子07 目前报价在 8473 我们直接试驾放空 8473 试驾放空 时间在9点17分的时候 试驾 直接把它扛下去 就在 9点17分的时候 当它来到 8473的时候 直接试驾放空 试驾放空 下去之后 你真的知道 市场在想什么吗 你打空单 它真的有跌下去吗 来 两分钟之后 17分 试驾放空 两分钟之后 8473 试驾空单 两分钟之后 已经跌到了 8442点 可不可以去做一个 获利回补 可不可以去做一个 获利回补 你再仔细的去看 啊老师 你为什么总是知道 市场它在想些什么 各位 你有学过技术分析的 啊打的这个点 不就刚好是一个 破线点线的点吗 那你知道那个点 它是破线点线的 你也知道市场 它在这个地方 做完破线点线完毕之后 就要跌下去了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放空 放空完毕之后 市场如果真的跟你想的 完全一样的话 是不是一瞬间 两分钟的时间 才30点来 好 那接下来的重点 老老师 那既然你知道市场 它要杀盘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急急忙忙的 两分钟杀了31点下来之后 你就急急忙忙的在 8442这地方 就去做了一个回补 你为什么不再多赚一点钱 因为 好 接下来 要做多 为什么要在 8442这地方 把空单回补掉 因为 好 接下来 要在8441这地方 去买多 真的吗 各位 同样 这是转折战法 8点47分 一开半 台子07 预挂 8441 定价买多 并且设好停力点 40点 8441 是定价买多 一开半 我们就挂好 在那个地方 等它了 各位 为什么这地方空 两分钟完毕之后 杀了31点 然后要把空单回补掉 因为我们在一开盘 我们就预挂 8441在这地方 我们定价买多了 而且设好停顺 停力 停力多少 最小停力40点 最小停力70点 就在它穿价成交之后 第一段不够 第一段8442 尤其是再抬下去 穿价成交之后 来 它是不是慢慢的 往上 都多喝 刚好 不多也不少 来到了8486点 来到了8486点 从8441买多 最小停力40点 那是多少 8481 那如果是8481的话 那它来到了8486点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扎扎实实的 再度的从这个市场上 把钱抢到你的口袋里面了呢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知道市场在想什么 因为我知道市场在想什么 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嘛 如果你知道市场在想什么的时候 各位坦白说 什么腊肠 你根本不用管它 这个事情啊好 帮你处理就好了嘛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短线的 你如果你是短线操作者的 两天这三笔单 各位 去头去尾 也差不多100点 你抓在手里面 一口袋的话 你抓在手里面 你会觉得 这100点 上下的一个空间 感觉还不错 如果你是操作短线的啦 可是各位 如果你 把这100点 上下空间100点 你先抓到手里面的时候 难道不能够有更好的花卉空间吗 各位 其实一般投资朋友 来到期货市场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是用自己的钱 在赌一个未知的未来 他是用自己的钱 在赌一个未知的未来 不知道这笔担当月 到底是贪钱还是输钱 这个是一般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会用这种心态 来到这个市场上 可是市场上的赢家 他会怎么样 去这个市场上赚钱 第一个 他一定是心态 自己的钱 勾得很好 然后 从市场上赚来的钱 用市场上赚来的钱 再去赚更多市场上的钱 我这样说 你有知道那个意思吗 一般人 他是永远是用自己的钱 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 因为他是过半 而且是用自己的钱 所以他很难去赚得到钱 但是市场上的赢家 他会用市场上赚来的钱 自己是没有成本的哦 市场上赚来的钱 他用这些钱 再去赚更大的一个钱 这两天上下 上下1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可不可以把这个市场上赚来的钱 把它做成我们下一段 要去赚坡段 要去赚坡段 大坡段 的一个停损预备空间 100点 有的这两个要有200点 各位 如果有200点 让你做游戏 让你做预备的话 那你会不会更有信心 去逮捕 接下来的那一个大坡段呢 我这样说 不知道你有得去体会那个意思吗 所以当你心态 是用一般人的那种心态 你要在这市场上赢钱 坦白讲 真的是很难 真的是很困难的 除非你改变想法 变成用赢家的心态 那我是用什么方法在做单 我相信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两天三笔单 上下一百点 你可以把它当成短线 就好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用来 再赢更大的一个 波段行情的一个本钱 为什么 各位 目前它在走的 仍然是一个蜡场 今天在走高 但是它不变的 仍然是在走蜡场 那如果它持续在走高的时候 各位 在市场还没有完全熄火之前 不可以火力全开 可是相对的 如果阿豪判断 市场它确实已经熄火了 各位 你这几天交易下来 你累积的那些资源 那些成本 各位 你做的就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去积极大波段 明年的机会在哪里 休息一下 回来阿豪告诉你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猪 五分猪 投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 期货股票 双振照 旗鼓双赢 一把照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 一把照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 其实您看阿老师这几天的节目 我们是不断地用价差 在累积会员朋友手上的一个操作资源 那您是不是相对地 错失掉很多赚钱的一个机会了呢 没关系 我们还在筹备当中 还在继续做价差当中 可是接下来 我们所做的这些价差 完全就只有针对一个蜡场行情 今天再继续公高 可是它走的仍然是一个蜡场 既然是蜡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找到制高点去发动狙击 制高点在什么地方 好 在节目上我已经告诉你 这个是意图了 但是会员朋友更详细的一个聚集点位 更安全的一个聚集点位 好 都已经在今天盘后报告 为会员朋友做好详细的一个规划了 我想再次的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花了这半个小时 你发现阿老师跟你的操作 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 各位 赶快借力使力 期货不行 不可以爱面子 谁比我做得好 就要跟着他做 开盘前拨通电话 所需办好 马上会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 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出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人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天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 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得1000元 请播022-365-3255 北都PiPiNet 超值游会双小炮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点